尼康近期最火的产品是什么 当然是不到5000的Z35毫米 F1.4以及近19000的Z63了 尤其是后者 因为定价饱受争议 在近日我们带上它前往泰国 去拷问它到底值多少 谈到Z63 一定离不开部分追战式传感器一词 何以于此 传感器独处 达到了Z62约3.5倍 但网上也有人说 它不是蹲战 只是卡奥 尼康官方提供的Z63 自动对焦速度提升20% 也间接成了佐证 于是我们翻阅尼康日本官网 发现20%对焦速度提升 是基于天涯镜头的广角端 对于尼康这一操作 我只能表示 全画幅相机比凭AF速度 居然不是拿大炮或是大三元 那Z63自动对焦表现到底如何 我们先看一些视频样张 总的来说 Z63对焦体验是与Z8很接近的 第一段视频是亚洲金之雀 在灌木从跳跃的4K120P视频 以及拍照时录屏画面 在灌木遮挡鸟类时 Z63的自动区域AF是比较难识别到目标 这时我会切换到3D跟踪对焦去锁定目标 这个模式Z63目标识别能力会有明显提升 在亚洲金之雀跳跃时也能锁定到目标 不过灌木距离很近 有时相机不会把对焦点拉到近处 需要手动拧回来 在AF 第二段视频是白胸翡翠补虾 使用Z63的预拍功能拍摄 连拍速度设定为C60 自动区域AF 由于智讯STA记录预拍时拍摄画面 所以采用照片回放方式 重现预拍时效果 在预拍模式 Z63能够很轻松拍摄白胸翡翠 俯充到水面补虾并返回树枝 而且Z63在C60下 能够以全像素拍摄 相信这一功能会深受老法师欢迎 也许有人会问白胸翡翠补虾 一瞬间画面哪里去了 好巧不巧 被隔壁小伙伴遮住了 傻牙 最后一段视频是黑赤长脚域 降落跟拍的视频 全画幅4K60P拍摄 对焦模式是自动区域AF 不过由于我们视频是4K30P格式 可能会带来一点不流畅感 在整个过程中 Z63都能轻松锁定在长脚怪的身上 降落到农田时也没有被植被影响 导致失焦 当然Z63拍鸟不能跟Z8画等号的 Z63的鸟类识别 是跟猫狗一起放到动物一栏 不像Z8 Z9那样 把鸟类独立出来 可能是这个因素 Z63拍鸟时 把对焦点锁定在鸟眼上 似乎要难一点 提到拍鸟 一定离不开防抖 相信260用户对此深有体会 下面是Z63使用445 以及两倍增距镜拍摄的4K60P 以及4K120P视频 最高等效焦距达到了1200毫米 视频以正常速度播放 大家可以从画面直观感受到 Z63配合长焦镜头时 防抖是有多稳的 使用Z63拍鸟 还有一点体验是不能不提的 那就是凉快 7月是泰国的雨季 湿度高 每天最高气温都在30摄氏度以上 但在5天拍摄中 Z63没有提示过一次高温 更没有过热死机 电池续航明显强于Z8 除了强大的AF性能外 Z63视频规格也是进步巨大 注意 这里不是说支持4K120P视频 或是内录NR AW视频 而是指Z63可以在H265 H264编码下拍摄5.4K视频 这是尼康首次在H265 H264编码下提供非标准分辨率视频 在编码上有突破 也许我们可以期待一下NLOG2到来 最后要说说的Z63的操控部分 作为Z62后续机型 Z63基本延续了前者的机身设计 但机身要大一点重一点 这在搭载445时会更加平衡 加厚的手柄也有助于提升握持感 同时在操控向Z8 Z9靠齐 屏幕右上角的用释放模式保护按键代替回放 这个按键也可以作为自定义按键使用 可以定义的功能跟Z8 Z9一样 回放按键被放到机身右下角 与Z8 Z9一样 不过机身顶部仍旧是模式拨盘 没有采用Z8 Z9的四叶草 如果Z63机身做成Z8的迷你版 加上强悍AF性能 相信消费者对价格不会有那么多争议 在取景气亮度上 Z63突破了天花板 达到了4000尼特 日光下取景非常清楚 正五打飞板也没有压力 但也因为太亮 新用户可能会有不习惯的问题 因为会出现取景时照片曝光度刚好 放到显示器查看偏暗的情况 用户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去适应一下 如果你问我谁最需要Z63这款相机 我会说Z9 Z8用户 这两款机型几乎所有指标领先于Z63 AI降噪技术有效缓解了高像素导致的高感不佳的问题 但在技术水平相同下 低像素机型高感表现一定是优于高像素机型 而鸟类 飞机 体育 生态等摄影题材需要高速快门 光线有时还很差 比如说画面中白胸翡翠虽然沐浴在晨光之下 但在F4.5大光圈 5%秒较慢的快门速度下 感光度依然高达ISO5000 在后期处理中还加了近一档曝光 并进行AI降噪才有画面中的效果 而且从Z9 Z8换到Z63之时 不会有明显的性能下滑 作为辅机很合适 至于价格请相信哈耶克之手 最后是一些尼康Z63在泰国拍摄的照片 使用445语言神拍摄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